我們現在回到了國中女子組個人射箭的金牌展 是由蘇思敏對上陳慶瑜 代表及選手介紹 本場是主導的裁判是中間部裁判 第一把是來自新竹市副里國中的蘇慶瑜選手 第二把是來自南口縣副里國中的陳慶瑜選手 請選手推位 長女子組個人射箭的金牌戰 是由身著白色衣服的蘇思敏對上身著黃色衣服的陳慶瑜 他們也分別是個人排名賽的第一名及第二名 由蘇思敏選手先行發射 由蘇思敏選手先行發射 蘇思敏選手也是去年的銀牌得主 看他今天的金牌戰的第一支劍 10分 不錯喔 金牌戰一開始就有漂亮的10分劍 相當不錯 陳慶瑜的第一支劍 9分 9分 第二支劍蘇思敏選手 9分 兩支劍的劍組點相當接近 陳慶瑜的第二支劍 陳慶瑜的第二支劍 稍微檢查來到7分 蘇思敏選手第三支劍 8分 高的8分 可能是力量有點過於充足了 陳慶瑜的第三支劍 9分 9分 稍微調整回來 沒有那麼的右邊 第一把現在是蘇思敏 27比25 拿下了第一把 現在取得2比0的領先 現在等待把前裁判做最後的確認 第一把還是由蘇思敏選手獲得2分的積分 下來2比0的領先 第二趟就是由落後的陳慶瑜選手先行發射 由第二把的選手先行發射 陳慶瑜選手第二把第一支劍 10分 蘇思敏選手怎麼回應 這應該是有壓到線的10分 這應該是有壓到線的10分 兩邊第一支劍都是10分 是 陳慶瑜選手 只有8分 其實今天的風勢相對較小 所以選手的成績都可以提高很多 相對於昨天來講 10分 10分 蘇思敏選手已經在這一趟射出了兩支10分 對 給陳慶瑜稍有點壓力 8分 這兩支劍都略為偏高 對 所以可能選手的力量要再多做調整 或者是瞄準器再多做調整 好 蘇思敏 這一支劍 這支是 應該是有壓到線的9分 接下來因為這一把比較多的壓線 所以就看把線裁判座最終的確認 可是其實分數落差較大 所以如果即使都沒壓線 應該都沒有在這一趟的結果來看 應該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如果沒有意外 應該就是由蘇思敏選手以4比0暫時領先 對 現在是女子組個人的金牌戰 現在領先的蘇思敏選手去年是銀牌得主 看起來他離今年的金牌只剩一趟的距離了 對 對 就看第三把能否把握住 而陳慶選手也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射箭不是打時間的 所以只要比賽還沒結束都是有機會的 是 現在第三回合 由還是由落後的陳慶選手進行先行發射 陳慶選手第3把的第一支劍 第一支劍 第一支劍8分 應該是沒有壓到線的喔 這支劍也撐得稍微久了一點點 對 先向右邊 蘇思敏第一支9分 這關鍵的第三回合 看陳慶宇 第二支劍10分 稍微把狀況調整回來 來 來 看蘇思敏選手 9分 其實劍有點同高的情況 如果是一水平線 兩支劍其實都蠻高的 對 前四支劍 現在18比18平走 就看第3支劍 陳慶宇選手 7分 這支撐得稍微久了一點 力量的方向也沒有很明確喔 所以他最後有做甩弓的動作 5 蘇思敏選手也射出了7分 第三回合 雙方目前是25比25的平手 是會有關鍵的壓線的分數喔 所以還是要等待把前裁判的確認 對 如果雙方現在分數是平手的話 那壓線的成績就很重要了 對 沒錯喔 現在裁判來做最後的確認 基劍裁判確認 雙方的分數是一樣的 一樣是以25分比25分 1比1 然後目前就是以 蘇思敏選手以5比1暫時領先 對 第三 那慶宇選手也還是有兩趟的機會喔 對 陳慶宇選手還是有機會的 是 因為是拿6分才能拿下比賽勝利 現在第4回合 還是有落後的陳慶宇先行發射 先行發射 第4回合 基金牌到底前 如果等一下呢 選手加油 陳慶宇選 蘇思敏跟正 蘇思敏選手這一趟的距離 好像有點遙遠喔 先行發射 可以喔 可以喔 陳慶宇的第一隻劍 9分 9分 可以喔 蘇思敏的第一隻劍 10分 很好 錯了 這隻力量相當的果斷 有沒有比較久了一點 陳慶宇選手 第二隻劍 10分 兩位選手 相當接近喔 又慢慢都找回了狀況 關鍵的一趟 10分 蘇思敏選手前兩隻劍都是10分啊 要看陳慶宇選手第三隻劍能否把握住了 9分嗎 9分 應該是9分喔 對 目前應該是限於9分計算 21 蘇思敏選手現在28分 蘇思敏選手只要失重9分的話 就可以確定贏得比賽喔 10分 10分 30分喔 再關鍵的這一局 蘇思敏選手狀況調整到最好 來到3隻10分鍵 是 即使陳慶宇選手剛剛的9分鍵 有壓到10分的話 也是29分 也沒辦法 贏過對手喔 蘇思敏選手在最後一趟 拿出了自己最好的表現 對 現在我們還在 近代把握場面做最終的確認 所以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一局就是由蘇思敏選手獲得 本年度的金牌 對 看到蘇思敏現在已經露出了笑容 這場比賽的 最終結果 由蘇思敏選手拿下了金牌